前边是古镇 咱们过去看一看 这个丰京古镇 大家好,我是娜娜 我们现在是在上海的丰京镇 感觉这个北方人来到南方 什么都挺好奇的 你看它这个树啊 全是香樟树 香樟树是江南的女儿树 在苏州我听那个导游说 这个苏州那边就是谁家生女儿啊 那个就会种上一棵香樟树 然后香樟树长到碗口大的时候 就用女儿就该出嫁了 打成章木箱子当陪嫁 你看这房子 这种房子其实我感觉也挺漂亮的 这是这个你看 它都是这种建筑啊 和北方的建筑完全不一样 这应该算灰派建筑吧 我觉得应该算灰派建筑了 我看这个上面还有码头墙 灰派建筑就是 你看 这也是一个老镇了 古镇嘛 也是小桥流水人家呀 你看他们这边好多古镇的房子呀 都是一和而建的 你看看 好漂亮 美不胜收的感觉 小桥流水人家 以前只在那个电视上看到过 书本上看到过 这回来到实地了 好漂亮啊 有一种不想走了的感觉 以后我是不是可以考虑定居南方了 我觉得我在这看完之后有点不想走了 定居南方吧 小桥流水人家多漂亮呀 这到了夏天肯定更好看 你看看 对 对 你看前面有一个小桥 这个 这一个都是这些 房子的后门 都挨着河 然后那边还有正门 这个夏天花开了之后 肯定更漂亮 每一个弄堂都挨着河 风京烧卖 上海民吃 我们刚才吃的烧卖是 14块钱一炉 一炉十个 你看 这些老建筑 和北方那些古建筑 是不一样的 看见了 这个是木质结构的 真是挺漂亮的 这些老房子 再配上绿油油的树 真好看 这一街上面 也和其他的古街差不多 也有卖小吃的 卖早点的 这个建筑 灰派建筑 还是很漂亮的 就这一条街 这应该是他们这的 这个商业街 再往里去就不一样了 再往里去就那样的房子了 你看 这个街的后边就不一样啊 这边也相当于一条商业街了 有好多卖东西的 农副产品的 原秀土特产 你看 他们这儿 也是一条商业街 但是这边来的人不是很多 你看这种小弄堂 以前只在电视上见过 小桥 好漂亮的一个古镇 小桥流水人家 你看看 都爱着河 看到没有 这都爱着河呀 南方的水就是多 一和而在还是很漂亮的